AMD和英特尔来到他们的鄙视环节 由于13代14代的处理器爆雷 AMD率先卡出了它致命的一键 直取英特尔的咽喉 而英特尔此时此刻 也通过旋转躲避 准备祭出它自己的大招 全新一代Ultra的处理器 那到底露死谁手呢 大家好 这里是刘白电脑 欢迎收看2025年第一份DIY装机配置推荐 本期推荐我结合当下的行情 精选了从2000到20000共15套配置 相对于传统的配置推荐的本期开始 刘白电脑的每一套推荐配置 都会对应的拍摄装机教程 有想要自己动手的小伙伴 可以看一下结合自己实际的动手能力 考虑一下是否自己装机 所有的配置均为实装实拍实测 没有恰犯 大家可以放心的抄作页 大家有什么心仪的配置 也可以发在评论区 会有粉丝共同探讨 关于装机教程 我之前也拍摄过很多 高端主机的装机走线的教程 但是被骂怕了 你拍的仔细一点 他说你是灯黄来的 笔画真多 你拍的简洁一点 他说你拍给鬼看的他自己看不懂 在这里我声明一下 由于配置推荐的装机教程 是单一配置的装机 就好比一个固定产品的说明书 没有额外的拓展讲解 大家在看的时候 要不你就是一手拿着产品 一手拿着说明书 要不就发挥一下自己的空间想象力 想象一下手里边是拿着产品的 看一下说明书的步骤 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判断一下自己能不能搞好这一台电脑 同时的配置里边会有某东的价格 以及某多多的价格供大家参考 但是由于价格变动快 本次配置的价格是在12月27号 核对的价格 开始推荐之前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行情 偏头就是2023年的重头戏 一直被碾压 大家都叫yes的amd 在英特尔的一系列连招之后 也算是躺赢 伴随而来的就是amd的处理器疯狂涨价 什么天下无压一般黑 其实一个更比一个黑 显卡方面的40系几乎全面停产 老黄的50系也会在今年陆续发布 但是我个人认为 如果你想要占到老黄的便宜 你不如直接相信我是秦始皇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amd的新显卡也开始支持AI运算了 遥想当年老黄力排众议 坚持研究酷达核心 确实是一个很牛逼的决策 但是不要让我们这些臭打游戏的 去买单AI运算好不好 ok开始我们的配置推荐 第一趟属于网游通知3a入门 我们先看一下游戏实测 网游绝地求生1080P三高125帧左右 永结五件在100帧左右 CSGO在320帧左右 罗阿鲁在170帧左右 3a大作黑神话悟空 可以跑到100帧 仅限于开头动画 想打的话打不了 报现存 我找了一个老牌的3a大作古墓丽影 在1080P高画质下 可以跑到75帧左右 具体的搭配 12100F四核心八线程 价格已经跌到了300 300就可以买到12400F的单核性能 多核性能相当于时代的爱偶 也就是10400F 能够满足在1080P情况下 办公和游戏的需求 搭配的主板是微星的H610M-E 虽然Gay 但是品控和稳定性优秀 一个M.2的接口 四个USB接口 日常使用够用 散热搭配的是亚军的E3V2炫彩板 双烤10分钟后 CPU的温度仅为62度 搭配的内存是爱国者的 成影3200频率 16G的套条 在这套配置里边 可以跑出读写复制 均在3G 延迟77纳秒的成绩 固态这里选择的是 红旗的N35512G 连云1202的主控TLC的颗粒 读取3500写入3000 PCAE3.0的旗舰水准 日常的4K读写也在85和151 显卡这里选择的是 华硕的雪豹 提供了三年质保 双风扇双热管 双烤10分钟 显卡的温度为53度 搭配的电源是选5的500K 这是我们B站的一个up主做的 同价位没有对手 放心入 机枪我这里选择的是 爱国者的C30 是一个普通的侧透机枪 整套配置在某东的自营店 或者旗舰店 跟我一样在保证 全新原封正品行货的情况下 价格是2488 我们7点的代买整机服务 是2338 在某多多找低价 拿到的散件价格是2299 我们的两点散电价格 是在2219 整套配置的装机教程 在10月18号 配置推荐的第二套 虽然机箱略有不同 但是操作没有什么区别 第二套配置 5600加上6750 GIE实际 属于1080P毕业 2K入门 我们先看一下游戏实测 网游绝地求生 2K三极致 在135帧左右 永结5件 95帧左右 CSGO在205帧左右 3A大作 黑生化物攻 75左右 地平线5 75帧左右 赛泡棚哥 2077 100帧左右 古墓丽影 在95帧左右 基本上市面上 90%的游戏 都可以流畅的运行 具体配置 5600 6核心 12线程 在CPUZ的测试中 综合性能是可以对标12400F的 同时拥有更高的三级缓存 在网游表现中 强于12400F 选择的散热是利民的AX120 同时赠送防托洛支架 弥补设计缺陷 防止在快递运输过程中 发生疑味 拆机的过程中 连根拔起的情况 10分钟双烤 CPU的温度最高为71度 搭配的主板是微星的A520M-A 同样很盖 4加2向的供电 一个M.2的接口 4个USB 但是带一个5600 还是非常轻松的 由于5600不锁IC电压 搭配的内存 是爱国者成瘾 36频域 8×2套条 海力士C高瓦的颗粒 在AIDA64的内存测试中 读取3.6G 写入2.1G 复制3.6G 延迟99纳米 搭配的固态 这里做了升级 选择了凯霞的RC201T 原厂的TSA颗粒 加独立缓存 性价比很高 但是由于发热量比较大 赠送的有散热马甲 顺序读写不占优势 日常的4K读取 还是非常优秀的 搭配的电源 机箱还是沿用的上一套 整套配置 某冬价格3547 7点蛋白整机价格3536 某多多散件价格3419 2点的散件价格3356 这套配置的装机教程 在12月22号 配置推荐第三套 也是机箱略有不同 操作没有区别 第三套配置 就来到了12400F 加上4060的组合 就是除了有游戏需求 你还要假装 不算是假装 还要计划有生产力需求的 学习个剪辑视频什么的 更适合这套配置 这里我们只拿游戏来测试 由于12400F加4060的组合 和接下来的两套 基本上一致 只是换了显卡 一个是战略核显卡580 当然是英特尔新出的580 一个是4060Ti 不过4060Ti这一套 内存升级为了32G的套条 做了一个海景房 略微不同 我们放在一起 对比一下游戏数据 通过数据的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 还是跑分大王 超过了4060Ti 但是实际的游戏性能 只能和4060搬一搬手腕 不过也剩在它价格便宜 可以考虑一下 我们看一下具体配置 12400F也是6核心12线程 但是由于架构性 单核能力强 它更适合3A游戏 搭配的散热依然是亚军的E3 双烤10分钟CPU的温度 最高为71度 主板是明轩的H610M666 自带WiFi和蓝牙 在同价位是没有对手的 选择内存依然是爱国者 成映3200频域8×2套条 固态还是演用上一套的RC20 电源这里换成了 玄武的550 额定600瓦 机箱没有变化 整套配置4060 某东的价格是415 7点服务的价格是3995 某多多散架的价格在4002 2点散架的价格在3791 这套配置的装机教程 在10月22号配置推荐 也是机箱略有不同 但是操作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接着看一下 12400F加4060Ti这一套 装成了海景房的样子 非常的漂亮 内存升级为了16G的套条 内存测试不受影响 主要体效在打游戏的过程中 游戏帧数忽高忽低 跳动明显 大概率就是内存跑满了 除此之外 其他配件和4060以及580是一样的 大家对比一下实测数据和价格 按照实际情况来决定 4060Ti海景房 某东的价格在5298 7点代买整机的价格在5222 某多多散架价格5172 2点散架的价格在4956 整套的装机教程呢在12月25号 同时这一套教程呢 也涵盖了RGB风扇的安装 那这一套配置呢 和接下来的12600KF采用的是同样的显卡 只是提升了一下处理器 对应的提升了主板和内存 固态呢也同样升级 为了一个PCIe 4.0的旗舰固态 我们来对比一下他们的游戏性能 从测试结果来看 实际帧数呢 测试2K几乎没有差别 CPU的性能需要测试1080P才能看出来差异 大家平时在生产力和日常多程序运行的时候 能够感觉出来 来具体看一下这套配置 12600KF10核心16线程 价格已经来到了800多 目前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 在CPU-Z的测试中 可以看出来性能提升明显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处理器 散热选用的是追风者伯乐S4 在这个机箱里边 CPU和显卡双烤 最高温度为76度 主板选择的是明轩的B760M挑战者 性价比很高 8加1加1项的弓箭 带个12600KF足够 两个M.2的接口 4个USB 3.2 两个USB 2.0 能够满足日常使用 内存选择是爱国者成影36频率 32G套条 海力士CGROWR的颗粒 固态这里升级为了百围的7400ETB PCAE4.0的旗舰水准 读取7100 写入6700 4K随机读写来到了88和376 显卡搭配的是硬重的药液 双风扇双热管的设计 双烤10分钟 C的装甲A650650瓦铜牌电源 抬系电容自带的压纹线 装机走线的质感很好 整套配置的装机教程在12月19号 接下来的双A配置来到了游戏神游7500F 这里我用两套配置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分别是7500F加上7700XT和7500F加上7800XT 仅仅是换了一下显卡 对比一下在实际的游戏测试中 7800XT有明显的提升 在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里边 因为两个的预设不一样 大家看起来可能帧数有所下降 其实是预设不一样 7800XT有明显的提升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它的价格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 7500F6核12线程 对于单纯的游戏用户来讲 游戏性能可以达到14600KF的水平 是一个小游戏神游 搭配的散热是九州风神的玄冰400 7500F的发热量不高 普通的四热管就可以压得住 在这个机箱里边 CPU和显卡双烤 最高温度88度 主板选择是华硕的B650M-K 8加二线的供电 性价比很高 内存这里换成了 D5的内存爱国者的成影 6000频率 C3010序 32G的套条 海力士CGRA的颗粒 固态这里测试的时候 选择的是一个七彩虹的ME700 目前是属于七彩虹的次旗舰 实测的话不如百味的7400 但是7400属于旗舰产品 它价格更贵 在这套配置里 读取6900写入6100 捷壳当下的价格 也是比较优秀的水准 选择的显卡 同样是汉凯的合金版 我个人觉得选择7700XT 还不如选择一个4060Ti 当然这是我的个人认为 这些7700XT和7800XT的游戏对比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 7800这一套 由于显卡的提升 我们电源升级为了 iPad电竞的Agrove 750 金牌全模组 全日系的电容性价比很高 为什么它的性价比很高 因为它没有3.0的显卡设计 非常适合A卡的7800XT 机箱这里也升级为了 先把平头高的M9 原因是因为显卡太长 所以我们换了一个机箱 这个机箱也是在150块钱左右 前置IO自带Type-C 性价比很高 这两套的装机教程 在12月20号 第8期配置推荐里面 接下来的这两套配置 是以4070S为基准 搭配这张显卡 目前有两个处理器比较合适 当然有的人选择之前的 12600KF或者7500F 也是可以的 没有平静 这里争议两个比较大的处理器 就是14600KF和9600X 我们先看一下 他们的最终游戏测试 相同情况下 测试出来的数据 可以发现两块处理器的 差别不是很大 打的是有来有回 我们先看14600KF这一套 14600KF单壳性能强 在3A游戏里边有优势 价格目前已经来到了1100多 但是功耗比较高 这里也给大家推荐了 水冷泰坦的080 300块年的价位提供了6年质保 散热能项的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 这里不再赘述 同时搭配的主板的选择是名圈的760终结者 主板的用料和价格一直被人称赞 性价比很高 但是实际你在装机和调试的过程中 比如说M.2的散热盔甲设计 风扇接口和ARGB灯光接口的设计 BIOS的调节和灯控软件相对于U3家来说 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 12400KF内存可以升级到6400KF甚至更高 其他的配置两套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看一下9600X 由于三级缓存的原因 网游是强于14600KF的 现在价格在1200多 看似不占优势 但是选择的散热 五热管的单塔就可以压得住 功耗优化的很好 这里的主板搭配的是微星的650 Gaming Plus WiFi版 主板价格也没有优势 但是主板的装机调试 是要强明轩一头的 同时呢 AMD以后升级这块主板照样可以用 这样看来性价比就很高了 AMD的内存呢 还是建议搭配6000频率 其他的配置固态和电源 都有讲述过这里就不再对数 那这两套配置对比下来 在生产力方面 9600X已经不输英特了 14600KF呢 还有一定的风险 不过还是会有很多人会选择英特 因为它的影响力还在 但是抛开品牌因素 我作为消费者 我会选择AMD 因为用AMD会更省心 但是结合我自身的工作呢 我还是选择了英特 对于我来说 处理CPU的售后 是老太太性BT 手拿把架 我就是买了一个14900K的处理器 作为我们的剪辑电脑 高性能直接拉门 让他说 说了我就换 有售后我不怕 那大家呢 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去进行选择 同时呢 英特的处理器呢 你该降价就降价 半价搞一搞促销 最近呢 英特的代理通知我们 处理器可能要涨价 理由呢 是赔钱赔的太多了 我 大家有什么看法 两套配置的价格呢 大家自行对比一下 这两套配置的装机教程呢 我们还在剪辑中 因为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 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剪完之后发出去 我会在这个地方建立链接 结合4070S这两套配置呢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是完全够用了 你就是再升级显卡 CPU也不会有瓶颈 接下来我们可以选择的CPU 有9700X 7800X3D 9800X3D 和9950X3D 英特尔就先不做推荐了 显卡呢 还有7900XT 7900XTX 4070TiS 4080S 目前呢 都处于停产的状态 价格略涨 4090D和4090呢 想要缴全新的话 我们也是找全国的代理 去求违货 有需要的可以联系客服 对于50系显卡 还是片头我的看法 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因为目前4090 你不管新旧 不论品牌 16000全国收 我们上面这些大资本呢 比我们普通用户 得到的消息要灵通 针对于这种情况呢 我给大家搭配了 9700X 加上4070TiS 和4080S 两套配置 属于生产力 和游戏兼顾的两套配置 结合实测的游戏数据和价格 大家对比一下 哪个更适合自己 从测试结果来看 在2K分辨率下 两套配置的差距并不明显 4K情况下 差距会明显一点 但是这里4070TiS 没有进行4K的游戏测试 有4K需求的 你不要犹豫 就直接上4080S就行 2K的情况下 还是建议选择70TiS 不过结合70TiS的价格 我甚至建议大家 直接选70S 这两套配置 搭配的都是纯白的海景房 处理器 9700X 8和16线程 目前的价格还算是合适 搭配的主板 依然是微星的650BIMI PLUS WIFI 银白色的装甲 选择的散热 依然搭配了一个水冷 是库里奥的冰零360 300多的价位 在冷头的竖显屏幕 我觉得性价比蛮高的 提供了5年质保 压个14700K 也是没有问题的 装到海景旁里 比较会更好看一点 内存选择是 阿斯加特的女武神 2代 6000比率 C28的时序 纯白的灯条 颜值和性能并存 这里之前有一个粉丝问过我 为什么我搜到阿斯加特女武神的内存条 价格差异这么多 看一下时序 看一下颗粒 这一套女武神CR8时序的灯条 是海力士的A代颗粒 M代的会便宜一些 三星的颗粒会更便宜一些 这里大家注意甄别 电源和固态之前介绍过了 机箱这里选择是爱国者的新灿烂 网红机箱 设计用料性价比都是杠杠的 选择的显卡是七彩虹的Ultra WOC 白色的显卡销量第一梯队 这两套配置的价格 大家也参考一下 同时这两套配置的装机教程 还是在剪辑的过程中 还望大家见谅 最后三套配置 我选择了7800X3D加7900XT 和7900XTX 9800X3D加上4080S 给大家进行搭配 配置我写出来了 有实测数据 大家看一看 但是当下我不建议大家购买 原因有三点 第一点 X3D的溢价太高 同时7900XTX和4080S的溢价也很高 因为我做这也好 我经常关注价格 我个人觉得是有一点贵 虽然我知道 AMD X3D的处理器 再降价的可能性太低了 因为它没有对手 第二个原因 我们等一手老黄的新显卡 已经没多长时间了 马上陆陆续续都要发布了 虽然我对老黄的新显卡 不抱太大的希望 每次老黄新显卡 将要发布的时候 会突然出现很多老黄的舔狗 当初三菱系显卡 还在卖的时候 不知道被多少人骂过 我是清扣存的奸商 那等到40系出来的时候 老黄的刀法刀刀拿到你的前列线上 他的刀法精准又不是 最近才开始精准的 发售以后呢 老黄就被别人追着咬 最关键的是 咬他的这部分人 跟刚开始舔他的这部分人 是同一群人 第三点原因呢 纯述是我的个人原因 因为我觉得要过年了嘛 在溢价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咱是有钱 但是咱不傻 把钱省下来 回去看看父母 给父母买点东西 父母发一个红包 省下钱 给媳妇买个礼物 给孩子买一个礼物 省出来你的时间和精力 多陪陪孩子 这是我纯纯的个人观点 如果有的人说 我以上说的这些 都已经做得非常好的成功人士 你有单子 尽管砸过来好吧 我好久都没有装过 5万以上的电脑了 好久没有上电视的 颜值和性能并存的高端主机了 我们装一下 拍出来 好好给它展示一下